蔡英文串访台湾对两岸关系肯定是不好的 对中美关系也不好 所以现在美国的执政当局想办法再控制这个影响 说他不就是到中美的时候过境一下吗 以前也过境了 有没有必要做反应呢 他的问题在于哪呢 就是现在由于中美关系不好 由于两岸关系不好 整个这个关系是处在很敏感的状态 在这个时候你在做这个事 它比正常情况之下冲击要大 很肯定的讲吧 这个蔡英文这个串访美国 对中美关系对两岸关系都是很负面的 那个不管就是拜登当局怎么解释 怎么控制这个影响 我觉得负面影响是那个还是在那的 然后这个影响如果得不到消除 那就不断的累积 那么当然会增加中美关系 两岸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这是非常危险的